欢迎收看今日地产,各位好,我是子鱼 这期的楼花推荐,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多伦多市中心繁华的Queen Street,皇后大街 以及在皇后大街最近非常火的一个楼盘,100 Queen Condo 皇后大街,Queen Street在北美的存在,就像胜利路、解放路在每个国内城市的存在一样 北美城市都有一个King Street和Queen Street 和胜利路、解放路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在老城区,都是在寸土寸金的地方 多伦多皇后大街南面就是国王大街,再往南一点就是安大略湖了 100 Queen地处繁华,拥有97的步行指数和100分的交通指数 在这个地段买房,那就相当于买了一份保险,租金、收益都是板上钉钉的 10万名在金融区工作员工最关心的Path和地铁口只需步行5分钟即可到达 步行10分钟就到了47,000名怀尔逊大学生所关心的校区 5000个谷歌职员关心的公司地点也只有6分钟的步行路程 而距离3300名在Saint Michael工作的医生和护士所关心的医院,也只有5分钟的步行路程 多伦多政府和安省政府合作把Ontario Line也已经提上了日程 将花费110亿加币建设Ontario Line,到时候会连接1号、2号和5号线 而100 Queen到新地铁站仅有160米的距离 这个楼盘的综合评分也相当不错 步行指数9.5分 单车指数9.5分 交通指数10分 配套设施9分 价值指数8.5分 建筑商品牌9分 选择Queen100自然融入生活的高奢华公寓 步行到Queen & Young地铁站 Eaton Center高流量商业区 几步之遥金融高科技中心就在公寓的熄灭 庞大师生园奠定的住房市场供应紧张的实际情况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靠谱的投资机会 那么100 Queen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好了 那这期的楼花推荐就先介绍到这里 如果有对楼花投资感兴趣的朋友 记得继续关注我们今日地产这个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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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